我們來看一下陣容 左邊藍方HQ 這邊的陣容是一個312平推陣 第一隻一旦帶76 右邊閃電狼 這邊出的是一個22的陣型 132的陣型 這是一個放狗流 但是這邊CAMO拿的是76 好來看一下有光頭的一個閃電狼對第一波 利用一個刺客的一個機動性會怎麼樣的一個進場 這邊在打消耗戰來說會對閃電狼稍嫌不利 對於補量的營運來說會比較不好 但是HQ這邊是能決定直接去吃牛排 一開始Aric直接捶死了中打 好正面這一波直接大捶一揮 取得人數上面的一個優勢 KMOMO雖然有很漂亮的輸出空間 但是其實都打不到重要的人選 HQ對於整個陣型要待的掩蔽屋位置都可以抉擇非常好 對這一波選擇果斷撤 閃電狼五燈全亮 這邊把點拿下來是可以的 但是這邊要注意是DZ跟Callman的位置 首先將予跳進來硬彈直接吸了出去 吸到大量的人之後這邊 KARIS直接一個一罐先抽掉 噢!這個蠻多大量非常漂亮 所以我們要KARIS跟DZ 我們看到Pay跟這個打出一個破口 這邊是斷對方的一個補 安納也掉的情況之下 閃電狼五燈可以反打一波了 應該也算準對方的一個7-6 到現在還沒有開大 已經手中握有大 所以目標完全往對方打 HQ現在拉了 往左側拉 這邊是讓7-6比較好輸出的位置 等一下7-6這邊的大絕會打出成更傷害 直接被套了那一名強化 3-3鎖定開了下去 直接往後排打 但是這邊閃電狼人撤得很快 大部分是他沒有打得出來都把別人打到半血而已 哇這一波是無攻而防 我們可以看這一波的一個會戰 用起1000滴的一個野性之怒 哇被對方那個DVA追擊 中打這邊拔刀 這邊的話 HQ是要兩個人 這邊中打拔刀之後 效果不佳 揮空幾次刀之後呢 是撤退被奶了起來 人數不足的情況之下 把點給稍微往後拉喔 KMOMO這個時候已經有戰術鎖定 但應該會扣一處不開 旁邊沒有人可以做一個集火 那我們來看一下 HQ這邊的話 手上Cullman已經拿了一顆引力彈 目前已經來到88% 直接拉到後排 你看看這一波開得稍微有點早 哇被碎了 這次來自Karis的一個純碎 非常漂亮 好這一波是開大進場 但是效果不佳 而且在 喔側翼的一個戰術鎖定 有直接被對方瓦解 已經進入到Overtime了 好閃電腰有辦法進場嗎 沒有進場 在這張地圖HQ是1比0獲勝喔 可以看到在第二個回合 聖鎖 聖鎖來講的話是蠻適合用平推 所以我們看到閃電腰這個時候也 採用一個312的一個標準證 這是一個鏡像的對決 雙方都一樣 一開始KMOMO被撞到角落 但是對於補槍來說 這邊的話 Erik是被斷補 將底在前面架了一個盾牌 補線進不來 他沒有藍因正面坦的情況之下 HQ這一波會戰非常的辛苦 但是第一把一直 左在那個很陰險的位置喔 就是你往前我就把你推下去 這是個LazyTitan在上次的一個表現 對我們可以看到 喔唷 一個推下去了 剛說完QRAMY這邊一個音量衝擊 直接推了KMOMO下去 哇 這一個推 再來一個嗎 沒有我們可以看到是 三一的一個位置直接拉到點上 對 要做一個站點 這張圖真的是碰碰車地圖 碰一碰就會有人下去了 好 這個是右邊 HQ的一個坦 直接往前吃喔 這個時候壓縮到 閃亮的一個奶線 這個時候往後拉了 我不是 衝一波把你雷炭趕走 打你一波 不然就是我要直接到點上 但是你的抉擇 猶豫期有點久了 讓Creepy這邊找到一個破口機會 直接推下去 好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奈米強化給了 DZ DZ這時候開始戰術鎖定 雙防互雙PK 這邊 這邊這一波對戰 直接K了兩個 哇 這第三個也收到口袋裡面 這邊再收一個 DZ一波衛彈這邊 打出了五連殺 非常的漂亮 HQ選擇做的封門防守 這邊可以 DZ這邊拉的下去喔 這邊的話 藍因盾還在 可以擋出比較多傷害 再配上一波屏障 他們這邊可以做反打一波反性 這個反性我們可以看到 有傷害量嗎 哇 先丟出自爆 先丟出自爆的是Lady Titan 他這個自爆其實保護他們隊伍 讓這邊 閃電狼其他選擇 沒有辦法過盾 去打你 從後面打你 好 這一波的一個會戰 閃電狼要做一個強點 這邊是凱瑞士 那個安娜 人數不準情況下 他只能再跪 在點上的一個爭奪 閃電狼這邊是應該 可以把點給搶回來 哇 這邊一個六六的 還是被做了擊殺 這邊的話 雙方DVA都要注意的是 留右鍵 自爆進場封門 這邊是DVA闖後撤掉 DVA第一時間沒有撤掉 這邊是用了很多右鍵 先來阻擋傷害 那這邊的話 中打等右鍵用光獸 是可以直接開打打一波的 對 這邊一樣喔 兩次的一個進場 HQ的來硬都掉 所以對他們來講 非常非常的不利 這邊直接吸喔 哇 吸出很多人 直接斷補之後 K1M的右鍵 直接擊殺到多名成員 對 閃電狼因為知道 對方有引力彈 所以並沒有直接 做一個封門的防守 這邊是把陣線往後拉 第一子彈很好的輸出位置喔 這邊閃電狼的話 是在他側面 那在DVA第一時間 過來擋他的傷害 對 這邊對方這個 這個盯得很緊喔 所以沒有有太多的一個傷害料 我們可以看到 這波雷塔人正面的一個對決 血量不足的情況上面 對對方的一個來硬 衝撞 爆雞甲 這邊跳出了小聖和娜 已經 哇 完全沒有辦法暫點 消耗非常多的HQ的一個時間喔 也是讓他們最後是 沒有太多的一個時間 可以考慮直接開打 好 閃電狼 這邊來到的第五是村落 一開始直接從正面上面 T字高台出來 帶的是雙飛鎮 這邊是雙坦帶雙飛 雙飛 陪霹根Jack的這個閃光 HQ的處理方式一樣 在右邊這邊 沒有辦法進場之後 直接拉到地面喔 這邊是 喔唷 HQ剛才從 決定從正面進來的途中 後排的位置太慢 讓閃電狼直接吃到你的後排 對 陪霹根Jack的一個閃光 繞到後面喔 好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點上只剩下DVA DVA在外圍直接 早死草超生啦 所以對閃電來講應該是已經有做好準備了 沒錯 他知道怎麼就是 直接很快了到點上 但是陸修是犧牲他音量全開 所以這邊的話第一時間降級進來打 第一波傷害量是可以打出來的 好 我們可以看到盡量選擇在正面的一個會戰 夸皮先偷掉了北跟傑克 這麼後排的狀況應該就可以比較安心了 好 這個是陸修沒有被打掉的情況在人數上面不足喔 直接要站點 而且是點已經搶到 哇 這個蜘蛛炸彈是丟在地上沒有抓到人 這邊將擊開啟了一個他非常凶狠的野心之怒 來應做撐臉重彈外面一個非常漂亮的火星彈幕收掉的地方 對 剛剛的一個會戰 Singer是把他的一個復活給繳掉 哇 這邊硬開了一個陰波屏障 想把攝影的人員收掉 但是在後續目前狀況是一個4打3 目前補上人數比較快的是HQ 北跟傑克來繞後 對 北跟傑克在找機會 對 他先看一下你的人的附陣 但是這邊HQ知道有人進來有看到閃光 所以我覺得你先把人重新拉回點上 對 沒有看到太多的一個後排 沒有補血的一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不然自己的一個安娜跟露西歐是縮在裡面喔 所以北跟傑克沒有太多的一個機會 對 因為換兩個坦克 第一把顧右邊 我萊因顧左邊 顧各顧一個 但是CAMO這邊一個之暴進場接 揪掉Karis跟DZ 非常關鍵的一個突破口 我們可以看到人數上面是閃光有優勢 這一個是點還在撐 丟自爆要穿回肌甲 喔唷喔唷 這一個是閃過去了 閃過去再回到場上 我們可以看到CAMO還在做一個拖點 如果被抓掉的情況之下 這一波如果HQ攪出太多的一個大雙浪非常不利 滴滴的機敲下去敲到非常多人 但是英國民上這邊下來 因為閃光多元段谷 還在飄 兩個人拉了起來 順便讓自己無敵 好 這個上面的一個重擊也直接被奶回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銀彈直接一吸 但是效果並不理想喔 還可以還可以 引力單丟二樓有吸到 磁杯後來去補他有被吸到 他這邊除了要限制法拉 還有磁杯 還會去多打 多找那個磁杯 對他來說壓力是相對大 磁杯這幾年速度超快 剛剛開完復活以後 這一波又有了 又快要有了 所以CAMO的一個 他的能量狀態是很重要的 這邊的話 他第一體到點上 但是正面已經被吃掉了 這個位置 還可以有逮中一個 而且是逮中對方的一個入息喔 兩個大絕是一個 但人數上面 點上人數不太足夠 這邊是 對上對方的一個法拉 哇 一換掉 但是CAMO這邊也幫中打 也幫他自己的第一體 付了仇 收掉了中打 這邊進入到Overtime 我們可以看到有人進來嗎 HQ最後的一個機會 這邊是 沒有人能夠進來 對 在上一次的一個會戰當中 閃電老師拿下勝利喔 好我們看到雙方雷一開始的衝突 雷太人 直接去後面 嘗試把人撞下去 出來 我照了力圈出來之後 又見 路修又見 去讓他們玩一點進場 但是PG開第一時間就是收掉了 被孤立的Erik 對Erik 他其實衝撞的情況之下 也直接被斷補 不過後面的 戰況很難說 補師當自強 補師收掉了三個人 對補師當輸出喔 這邊反而是 HQ人數上面取了優勢喔 對 這個是我們可以看到路修 直接被補回來喔 差一點點 就差那麼一點點 中文打在這邊賺了很多能量喔 這一波打一打 他應該是能量自己開來的 這邊奈米橋 這邊又是直接被推下去 跨比跨比 真的是一個很會很陰險的路修喔 直接拉到邊邊角角 就把你給推下去了喔 這一波隊友會戰 HQ人數相當不錯 中文打 中文打在前線也直接被收掉 這邊的話 大絕量是夠封門的 靠面有顆引力彈 但是這邊要注意到 等一下沛跟傑克可以自爆的反開 會不會讓他們藏到骨頭 好 這一波一個進場 我們看到直接吸 顧如歐洲直接吸了 再配上自爆 這邊不行放盾 這邊自爆收掉了 Kmomo 這邊剩下一個殘血兇頸 再次被打掉 這邊是用了兩個大招 這時候HQ要先撤 因為對方有引力彈 對 這時候最好是撤到整個陣型 是不會被對方吸的 我現在大絕量不適合 大絕量不適合 大絕量不適合 下來陰波屏障 直接抵消這一波這個傷害 我們可以看到 正面兩邊互開的情況是 被跟傑克的一個支爆 炸了兩個 龍打在側翼的戰術所聽 也在手兩個 非常漂亮一波反打 對反打這一波 就可以摸摸的引力彈 握在手上 已經來到90%了 HQ其實對他們來講不用太急 這一波直接進場 那麼也不用腳帶太多大 反正就是先拼換人 極能的一個速度 這邊偏偏掉 你一個引力彈給交掉 反而傷害沒有打出來 這邊Jones有收到 艾倫肯第一個破口出來 第一次在倒下 那對應通常 要有雷泰騰的一個制爆 或者是低階的戰術鎖定 對 剛才HQ那邊 這邊的話 其實4並76的戰術鎖定 拿來壓門 是一個不太好選擇 所以設計是OK的 那這邊的話 要趕快讓中大去機能 他們決定 全部人站在這高台處 Callman 逼你下來之後 我會吸你一顆 但是這邊要先等第一把右鍵 哇 這邊推了下去 兩邊來海德都一起下去了 露西歐同時力攻 一旦丟了下來 吸出的是 RealMent 但是這邊傷害沒有打出來 一波平常是救到人 自爆下來 好這波這個自爆 是船尾機甲 武功而返了 好 但是點上RealMent 陣亡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這個爭奪 至關重要 DZ是爆對方的一個機甲 哇 從後面衝出個DZ 全身發光 包膜 這樣鎖定把人打光之後 把比數拉回2比2 這張地圖上一場 是有閃亮獲勝的 還記得SINKER的一個慈悲 那這邊HQ要看到 怎麼再去應對這次的雙飛 他們一樣是出312 那這邊DZ 他們的打法可能要有點不一樣 他們對於T字高台的這個陣地 要比較多去做搶奪 好我們可以看 貝根借著這邊直接被奶回來 但一度是沒有血量 這邊打中對方的PB 第一個位置有點尷尬 但是這個跑出去了 點子站下來了 這邊透過女坦的一個寶物情況 在拉點內 這邊的話閃電狼這邊的做法就是 我會逼你把點 把戰線拉在點裡面 這邊的話我中打的法拉好發揮 你在外側的人會一直被有十字幕轟炸 哇第一時間CRAEPY直接收掉PACON GEN 這一個PACON GEN非常關鍵 在這波這個會戰HQ的DZ 也把對方的一個路線給打掉 好目前的話PACON GEN的手工 握著一個脈衝炸彈 SINKER也有復活 但是DZ這邊有個大絕 這邊直接 安娜是被抓到 但是被奶了起來 被套了泡泡 一樣喔 在沒有血的情況之後 直接回到主陣容裡面 三坦保護情況之下 配合女坦 哇 這邊這個炸死人可蘭的事情 也是不幸身亡 哇這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要第一次這個時候 知道奈米強的話 直接一波灌進去喔 這個是 這個是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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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對方拉了很多人起來 戰光還不一定 CRABY這邊收掉的將擊 哇這一個復活至關重要 你會發現 在點內包含在 重擊的一個位置 也直接開大 對 把這個點給直接搶回來了 這邊的話HQ就扣大 這邊點讓給他們 能拖就拖 那就是把點讓給他們 不是問題 好這邊的話 PACON GEN非常漂亮 把剩人的頭收掉 PACON GEN跟LADY TITANHQ 這一波的一個COMBO已經形成了 哇 第一次一個衝槽前面 喔喔喔 這一個C直接自爆 但是 哇喔 這效果非常驚人 一樣關鍵的一個配合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 此飛沒有大 所以這一波的會戰至關重要 少了雙坦 這邊的話刺客的一個單位 能力很要求 這邊很漂亮 中打配上配跟JK 有收掉LADY TITAN跟KERPY 好 目前要看一下這邊的話 HQ決定是走小門 出來搶搶了 第一次高台位置 要對雙飛多一點針對 中打血很殘 所以池杯把他奶了起來 稍微往後讓 但是這邊T字高台搶下來 先落地 要先逮對方的一個池杯 但是池杯卡在二樓的位置 應該卡得非常不錯喔 是找不到人 起碼第一次的位置是沒有看到 這邊就是312的尷尬 這邊的話 我覺得要把抓池杯 直接 這麼近的一個距離 直接抓中打 哇 這邊右鍵就點上中打 但是池杯有個復活 復活起來了 但是SYNC直接倒下 但人數三米還是不太足夠 中打是復活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 直接已經有了戰術鎖定 直接開 那麼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 我覺得稍微有點交集 耶 耶 這個起碼把人給嚇走了 好 有有 有 我們泰的一個狀況 我們看貝根進克直接踏點 沒有人進來了嗎 哇 這樣地圖 我們可以看到尼泊爾是由HQ3比2獲勝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DZ的一個精彩highlight 我們來看是哪一波 應該是聖索那一波吧 就這邊 好 好 好 右鍵 四個五個 喔他在右鍵打兩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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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